現在我想借CNBC的一些影像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到底西方所說的資本主義是不是就死呢? 其實這個問題不是我先問的,其實CNBC也會問的 首先我們看看什麼叫做資本主義 在這裏來說,他們的資本主義是純粹說一個可以有私有財產 換句話說,財產、公司或者其他東西都可以由私人擁有 而並非由國家擁有,他們就叫做資本主義 在這個模式之下,那些有錢的人擁有資產、有廠房、有地 有各種各樣的東西就可以請一些人為他們工作而賺取他們的利潤 這就是一個僱傭的關係 在這個制度之下,加上西方的運用武力 去到十七世紀,兩個國家,英國和葡萄牙 就擁有了世界84%的財富 另外發展到後來又加上法國等等其他國家 就去到現在這個時間左右 基本上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現在在螢幕上看到這位人兄叫做Milton Fredman 他提倡說,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為那些股東賺最多的錢 因此就變了貪婪這件事變成好了 這個只是追求利潤 引致現在他們不理環境污染問題 亦都增加大了貧富的不平衡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發覺現在的經濟增長已經開始放緩了 由1978年到現在 那些公司裏面的CEO總裁 他人工增加了940% 就是9倍 而打工仔 只是增加了12% 明明有增加 在這麼多年 另外這裡有個很特別的問題 為什麼要1978年計起呢? 大家知道了 在1976年 毛澤東死 去到1978年 中國就開始了改革開放 這個改革開放 就釋放了大量的勞工出來 而這個大量的勞工是釋放在國際市場上面 換句話說 在發展國家裡面 那些工人突然間發覺自己 因為競爭力已經沒有了 因為在中國 大量的人 願意用更加低的人工去做你做的事 所以那些大部分的打工仔 就沒有什麼人工可加 但是相反地 這些公司不是沒有賺錢 這些公司其實賺很多錢的 因此 可以給他們那些管理家層的人工升 升幅就很厲害了 所以有9倍多 而打工仔 對不起 你知道 這麼長時間 升了百分之十二 發展到今天 最有錢的全世界最有錢的百分之一 1%的人 擁有大約全世界一半的財產 貧富延 而全世界最窮的一半人 大約擁有全世界百分之一的財產 這個貧富延殊是非常厲害的 那麼 在現在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之後 現在大約有200個大公司的總裁 開始提出到底公司 是不是要考慮多一些事情 是不是要顧及環境 顧及當地的人 或者其他因素 他們開始考慮這個新的問題 因此 今年 2020年 在Switzerland 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上 開始有人問 到底現在這個資本主義 是否正在死 在這裡 我不打算對一會兒講的話 負全責 我只是跟大家形容著一個 另外一個看法 大家同意或者不同意 各自專辯 這是我的看法 現在的看法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 資本主義 任由他自己這樣發展的話 他的性質本身 一定就是剝削勞工 這個就是在共產主義裡面 講得很清楚的了 馬克思對這件事 研究得非常深切 現在正正反映出來 在這樣的剝削之下 其實 以前有奴隸 有錢人 擁有你 要你做什麼都可以 現在 一樣是等於有奴隸 你為了錢 什麼都肯做 是吧 SAM 虛頭首歌 這樣說 現在的打工仔 你想有半斤百兩 你就幸運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純粹 是用共產主義 我們也發現是不行 蘇聯倒下了 中國現在也不正在行共產主義 因為共產主義沒有辦法 可以激發人民的勞動 勤奮 做有36 不做有36 不用這麼勤力 因此 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將這個平衡下來 一方面可以既照顧 人民的需要 減低貧富現殊 也都照顧經濟增長 照顧環境保護等等 可不可以做到呢 在這個程式 還有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以國家做單位的話 每一個國家與另外一個國家之間 是有非常之大的競爭 大家都想發達 大家都想賺錢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競爭 因此 如果我們想有一個好享受 自然對資源本身有一個需求 但如果 繼續以目前的認識做下去的話 美國 已大約全世界4%的人口 用大約全世界20-25%的資源 當中國 被美國大約4-5%的國家崛起 如果中國人 又是用同等的資源的話 今天的世界不夠用 我們不要忘記 除了中國人 和美國人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人 所以其他人都要分一些 這是不行的 因此我們現在迫切地需要尋找一個新的辦法 第一 要好好地公平地安排資源 不要讓有錢人搶走所有的資源去 那些沒那麼富裕的地方 都應該有他們合理的資源部分 這是第一 第二 已經造成的環境污染 在大氣裏面 太多氧化碳 或者太多碳 各種的有溫室效應的氣體 這個一定要拿回來的 到底責任在哪裏 這個也是吃得相確的 只是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之後 人類才可以繼續 持續地 永遠地存在 否則的話 我們隨時 人類的存在 已經沒有了 大家不用擔心我們地球 不用擔心大自然 大自然曾經在很多段時間 試過 基本上 很多生物都死了 生物死了 很多時候 是和氣候變化有關 地球 曾經很多次變成一個雪球 為什麼會變成雪球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當那些冰風的地方 超過某一個偽度之後 大家知道冰雪是白色的 所以它就會把陽光反射出去 海水是深色的 會吸收陽光 但多大部分的海洋或者陸地 都是冰雪封蓋的時候 地球想吸收的能量被大部分反射出去 所以地球吸收少了能量 吸收少了能量 吸收少了能量 使得更加冷 更加冷 更加多冰雪 更加多冰雪 但大部分的生命都會死亡 所以這些滅絕情況出現過 另外一些滅絕情況出現過 就是因為劇烈的地殼變動 引致巨型的火山爆發之類 但是做到全球突然間沒有太陽 沒有太陽之後 植物沒有生長 植物沒有生長的話 於是吃植物的動物 沒有食物餓死 當這些動物餓死 吃肉獸也餓死了 結果也是一個大死亡 這些在地球上發生過很多次 人類這次如果不好好地 照顧著我們的環境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面臨另外一次的大滅絕事件 這次死亡當然包括我們人類在內 所以如果大家是為了自己人類的永續存在 真的要重新考慮 現在管理我們人類所用的資本主義制度 是不是可以持續呢 是不是可以繼續讓大公司 繼續這樣純粹追求利益 追求利益 而不顧環境 不顧他的僱員的人工 他們通常就是不會給你多個錢 你應該賺到的錢 如果有人比你便宜 肯做你同樣的事 他一定是請別人 不會請你的 這個就是公司追求最大利潤的一個手段 這個 這個自然的事 對吧 所以我們現在人類要重新考慮這件事 在這個介紹之後呢 我繼續下來 就會跟大家講一講 一些其他的人類管理自己的可能辦法 怎樣可以使得我們自己呢 人類可以繼續存在 大家請收睇下集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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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可怕 好看